哈喽大家好好景 那现在呢我们是在山东朝远的这个伊迪达的这个测试场 来给大家带来全新的银河L6的动态部分的试驾 那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内容啊 都是有关于性能啊动态方面的这个解读 这台车日常的一些这个解读啊 我们会放在往后的几期视频里面 那往这边看 这边首先是一个金卡大的场地 那刚刚呢我也是体验过了所有的竞品车啊 那除了这个银河L6之外 我其他的都开过了 像那边的I3 这边的A3 BBA系的各种的主销的车型吧 那其实操控的感受 还是比较接近我们以前认知中的那种燃油车的感觉 那都说这个纯电动车啊 或者是性能源车 它在动态或者是这个性能上面有一个质的飞跃 那刚刚我们也是做了一期这个圈速度的节目啊 这个老旧燃油车和这个性能源车放在一起去对比 很有意思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那期视频 那今天呢我们来主要讲一下银河L6 那刚刚在过来之前啊 先有一个前尾菜 就是工作人员带着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场地里面 一个失操稳道的 紧急避障的这个体验或者是表演吧 那那个是由工作人员去操控的 整个的这个避障的车身的动态 我觉得银河L6真的是降维打击啊 对标的是一个奔驰的C 一个另外一个好像是奥迪A3吧 我记得 整个的这个车身动态包括它的反馈 真的是跨级别的 一会我们去试试银河L6看看它到底怎么的事儿 看看它到底怎么的事儿 好那刚刚我们从银河L6上下来啊 又被其他媒体老师开走了 那不妨碍我说啊 其实场地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宝马A3 那其实这两台车 我觉得是今天场地里面最接近的 毕竟都是这个新能源车型嘛 宝马A3其实开起来还是像一个 老的传统燃油车那种操控感 但是它动心低了很多 整个的操控感受来的有一些突兀 但是银河L6这个车开起来非常的线性 你能感受到无论是比如说普通人 或者是有一定驾驶基础的人 都能轻松的去驾驭这个车 在弯道里面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突兀的 转向的拐点 或者是有一些动力那种很突兀的点 但是A3就不是 A3很多情况下啊 出弯的时候那个动力来的太猛了 有些时候甚至需要反打出弯 对驾驶者的这个操控技术 或者是驾驶技术吧 有一定的要求 那整个体验下来 首先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那后面呢 还有银河L6的加速的体验 包括它的迷路的体验 那现在呢 我们去试一下整个 迷路吧 我觉得迷路还是比较重要的 在日常生活中 它有一个紧急避障能力的 这么一个展示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去试试 好 那刚刚我们从银河L6上面下来啊 这个车又被媒体老师开走了 那现在正在做的这个 就是迷路的项目 那其实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身后的这个迷路 其实从我们这一侧看过去是反的 那刚刚呢 我也是反复开了很多遍啊 正着反着都开了 那这个车整个给你的感受 我觉得还是非常 怎么说呢 对燃油车是一个降维打击 那这个车极限的这个迷路的成绩 应该是75公里 不是表显啊 是PBOX的显示 是75公里 那整个开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简直器完全能够hold住这个车身 这是最让我们舒服的一点 因为在紧急避障的时候 很多车 我们去做这种迷路的项目 像后面那些人 然后说我们试买的品牌都不说了啊 简直器会反复的去弹跳 因为本身这种传统的车技 去标定简直器的时候 它的弹簧和总议的系数是1比2 或者是1比3 这样去标定了 但是这个车啊 刚才通过工程师讲解 是1比1标定的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对于操控性来说 会有很大的提升 那有的人说 这个总议器硬了之后 会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虽然这个场地里面 现在没有颠簸路段 但是我相信这个车 应该不太会有这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因为简直器整个还是很线性的 那另外呢 我们去看一下后面的这个场地啊 那这个场地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迷路测试的场地 那所有的工作人员在那盯着 然后一旦装筒有挪动的话 它们就会立刻的抚位 那整个体验下来 我觉得这个L6真的对燃油车操控性啊 真的有点降维打击那个意思 走 咱们下一个项目 好 那下面我们就到了一个湿滑路面的 这个操控性的整个的测试啊 那厂家很直接把三台车直接摆在这儿了 一款L6 这个奔驰的C级 那边还有一个当中的宝莱 那其实我们刚刚试完了已经 我们先试的是竞品 奔驰的C级和宝莱 它其实都不太像我们日常所接触的那种感觉 它很线性啊 或者是奔驰很优雅 对吧 完全没有 它在入弯和出弯的时候 尤其奔驰C啊 很又推又甩 整个给你的操控感受是不线性 或者是很难以控制这么一个车 只要你车速稍微快一点点 这个车就立马就要失控 那宝莱不用说了 那是一个前置前驱的车 它稍微车速只要快一点点的话 就会很明显的往外推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抓地力边缘的这个界线 你一旦越过那个界线 这个车就不再转向了 那银河L6呢 这个车说起来啊 有点奇怪 虽然这三台车轮胎都不一样 我看那个银河L6毕竟是新车嘛 轮胎可能会新一点点 然后咱们除去轮胎的差异 其实三台车包括重心悬架 还有整个车身的这个架构 其实都不一样 那ECMA这个平台是专门为了这个操控性啊 包括新的这个新能源的架构去打造的 它的实际上的表现是完完全全那种很线性的 即使你把它车速推到 它的抓地力边缘的时候 它依旧是可以很稳定的咬在地面上 它只是很稳稳的往前一点一点推 所以那告诉驾驶者 你现在不如再继续加速了 是一个很稳定 开起来很有安定感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车的动态 那咱们接着下个项目 好 那我后面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颠簸路的这个测试场地啊 那后面大家可以看到啊 有两台车已经开走了 现在场地里面停着的 就是一辆竞品这个宝癌的车型 那其实这个场地能非常直观的反映出 整个车的这个NH 那今天我们不测分贝啊 我们只测路面的粗糙度的这个开起来的感觉 那刚才我们试了三台车啊 之前我们一直没有试到这个银河L6的这个颠簸呀 包括底盘的绿阵性 因为之前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平坦的测试场地来进行试驾的 那刚才试过之后 L6非常明显能感觉 它在过这些大的波浪的颠簸路的时候 因为这个一个很标准的波浪的这种起伏的这个路面 它会把这个车往上抛 然后再往下砸 到一定速度的时候 这个频率会固定住 然后会对整个检测器的行程啊 包括整个车的这个 检测器下行和上行的这个感觉 有一个非常明显和直观的一个表现吧 那我们先说奔驰C吧 奔驰C虽然它是很优雅的奔驰对吧 它往上抛的那个感觉会更明显一点点 那宝莱就不用说了 宝莱其实往下拍的那个感觉 其实挺不好的 很容易检测器就触底了 那银河L6呢 它是属于两个东西适中一点点啊 刚才我们过这个颠簸路的时候 这两个竞品车基本上都是90几 银河L6开到107108左右 还是保持一个很平稳的状态 整个的那个开起来感受 没有很大的那种往上抛 把你往上扔的那种感觉 那另外呢 我们看一下后面是一个 比较粗糙的这种路段 我不知道这个学名 这个场地的学名叫什么 整个是有点搓板路的那种感觉 我们也是以时速 大概100公里左右的速度去过 大家可以通过画面直观的来看到 三台车对于路面粗糙度的这种处理 银河L6其实处理的更好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悬挂的硬点啊 包括它的衬套的设计 让它有很好的这种小的细碎的绿震性会更好 那奔驰C 它整个左右车身摇摆的这个动势会很强烈 它会带着你一起摇摆 那宝莱都不用说了 宝莱它对于这种细碎的颠簸 其实处理的并不是很好 很多的振动全部回馈到我的身上 我的手上会让你感觉到路面非常的粗糙 银河L6完全是好像是把这个振动给你抵消了一样 整个的感觉是很平稳的 那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啊 我要回去做很多的功课 因为有很多这些标准路面啊 和标准的测试 我可能在我的这个知识盲区里面 那有空呢 和大家做一期我们澎湃的这个小讲堂 来给大家讲一讲 这些车在标定的时候 标定这些路面的时候 是怎么去完成 它的这个所谓的调教 或者是让大家感受到 这车真的舒服 那这期节目我们先到这儿啊 关于这个银河L6的一些 这个产品的信息 包括日常驾驶的感受 我们会放在往后的这个节目里面 再给大家做 好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拜拜